能玩能舞的李延年 再次把我们带入看美人潮的回忆 以李延年的伟大世纪为主线 构化了看美人潮的英雄权像 比如像张安东这样的小逃兵 害怕战死无法给二人一交代 为了爱情当了逃兵 但经过李延年的一番教育 他终于意识到 只有他们在前线打了胜仗 家里的亲人才能过山幸福生活 小安东的行为更加服务了其他战士 就连王秀才也想当帮长上前线 李延年不想打击他 打仗不是游戏 更不能拿队友的生命冒险 或许他孙子兵反倒被递游 但没有战场实战经验 李延年交给他一本笔记本 让他跟着上前线 契入战友的英雄事迹 王秀才面对美军一人兼一人的轰炸 直接下个妙的裤子 让他始终记得了 延年的交代 死死保护住他的笔记本 我愿意说第一次上战场已经很敏感了 多参加几次战斗 将来才能成为扛起枪杀核的战士 你能够去赔得最可爱的